我們開始來就有人要求就教這個week12的practice 剛好看考試也會考那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考試會考的範圍 那就順便教一下大家怎麼做 那首先看這個question1這一定會考他要你用一個go seek去找出他要用go seek去找出這個height是多少 那我們已經看了嘛他給你的半徑你給你講就是3.5 3.5分那我們就先輸入3.5 那這個height條怎麼去看呢 就是模擬分析這個目標搜尋 那目標搜尋的話我們目標儲存格是這個valent 原來要求要375目標值就是375 那變動儲存格的話就是我們這個height的部分 那我們按下去就出現這個他就算好了算出這個數字 那基本上這就是第一題算法 那再來第二題那考試的時候要求你建一個這樣的一個database 那這個database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去計算他每個這樣層出來數字你也可以去打可是你一定會來不及 那我們有個方法他這邊有講的嗎 那這邊有講他叫你用的是一個datatable的功能 那要怎麼用呢 那我們就把他整個這樣圈起來 當然這個公式你要先複製起來這個地方你要貼上就是 上面這個 你就注意一下記起來 那我們把整個圈起來之後按這邊有個模擬分析那這邊有個運算列表 那列變數儲存格的話我們就選擇我們這個 因為這個是 這個嗎 半徑是這個 那我們就選這個 那藍變數的話我們就選擇這個height height就是剛剛上面這個 按按之後他就跑出數字了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一樣的答案 確認一下是不是你就對這3.5跟這個9.5分 跟上面很接近 3.5 375 基本上這就是一個對的答案 考試的時候就這樣做就可以了 那再來考試的時候要考哪一題345我們都跳過345不會考 那我就讓大家方便嘛 我跟大家說DDO給我考 要做一個 這個sum product 那sum product 他問你什麼 他就說有不同的機率會有 不同的價錢 那他有跟你講說這個 ActionMetalPrice Carerentary 這個0.8 那我們就說 我們看這個Action是0.8 打上去之後 打上去之後我們要求的是什麼 求的是這個 MetalPrice 這個Estimate 就是說估計值是多少 那我們就看一下怎麼做 這邊要求你用的方法是 就直接套公司嘛 就是sum product sum product第一個要做的時候 第一個這個error1 是要用機率 那再來逗號 那再來第二個是他增量 增量圈 那我們範例的時候有就是有 還有在除一個東西嘛 範例的時候有除一個東西 那我們這邊其實可以不用去除 那這個這個是 因為範例的時候給你的權重加起來不是1 那我們這邊權重給你加起來是1 所以你居然 你就是把他拿去除以這個權重的加成 你就把他直接除好了 權重的加成 出來一樣是這個 答案會是1 因為權重加起來就是1 那這邊就可以算出來你的MetalPrice Estimate 那基本上就是考試會考了3T 那差不多是這樣 那有問題的話可以再繼續模 那免考試的話會4點半開始 那也是 當然 我們要先親小朋友